大叔又來洗車 嗨 大家好 大叔又來洗車 大家看到今天除了我的Robot之外 Focus又出現在現場 我們還有超堅強小哥 是的 上一次我們出油膜 沒有出得非常乾淨 超堅強小哥有在抱怨說 隔天下雨算好一點但是還是很模糊 我們這次有新產品 然後用新的方式 它看來可以用比較省力 然後又不一樣的產品 看看能不能說有比較好的效果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提醒這個部分 這次要測試的就是這三個產品 標榜的這個強力除去油膜的這個玻璃復活劑 用完玻璃復活劑之後呢 就換這個綿雨刷DX 它強調是撥水性很高 在行徑的途中水素就會自然的飄走 再來就是這個 後視鏡的撥水劑 這個產品大叔已經有用過了 我是覺得效果不錯 可是它在乾燥的情況之下 又是沒有下雨的時候 其實它呈現的狀況要看個人有沒有接受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Focus正在進行散熱的部分 等它冷卻一下我們再來洗車 然後上泡沫之後 我們再來清洗這個打龍玻璃除油膜的部分 那除油膜呢我跟超激小的小哥剛好討論呢 我們先用一半的方式來進行 新的產品除油膜之後 跟之前的效果是怎麼樣 另外我們上一次呢 注意到超激小哥的Focus在下面的部分呢 當然會有一些強烤棋喔 這次呢大叔又準備吃土喔 魔靈一吃毒小布我們來 以這些部分把它注意掉 吃毒小布呢在使用上呢 要先充分的進水 這可能會對車性呢造成一些磨水 充分進去之後呢 大叔會把它折成小管 不管是磁土呢 或是磁土小布喔 這種在使用上一定要非常輕喔 我們可以先帶一點泡沫 然後針對這些 覺得粗粗的地方呢 稍微輕輕的滑過 一邊抹一邊這個 用另外一隻手帶 看看狀況怎麼樣 要注意就是輕 輕滑輕輕帶過 不要大力的壓它 包括磁土也是 大叔基本上都是輕輕地磨 磨過幾下之後呢 就讓它輕體一下 後來發現 還是有一點點帶不起來 所以這樣也會很難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等一下都被清楚油磨的部分喔 確實都還是有一層油磨在上面 你洗完車之後的狀況 弄完以後應該是像這樣子 對應該是像那樣 像這樣子 中間空氣泡 不是這樣子 對 大叔又買這個拋光機了嘛 所以大叔在這個玻璃復活劑 附贈的這個海綿上面呢 外面接著一個磨滅沾喔 等一下直接想要用這個 曝光機來施工 應該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玻璃復活劑出現了 大概搖一下 然後適量呢 刷在這個海線上 喔它也是膏狀的耶 你看它也是 這種膏狀 好 好像不錯呢 好像不錯喔 你看它是水慢慢地 會掉嗎 因為有 對呀 把它縮開了 可是這邊完全是近的 對呀 摸起來感覺也不一樣 超堅強的小哥說這個不錯 再來用這個的 美羽刷DX 它的使用方式呢 是 空向橫向十字交叉 破時之後可以調整那個 附模液體流出的量 等它乾 對 它要等 它要等5到10分鐘 等那個美羽刷DX乾的時候 我們有一邊上其他地方的水分 等待大概20分鐘 20分鐘後 摸到的就是好像上層 活潑的摸 沒有摸到的話 難嗎 還可以 你要不要去車裡看看 看看有沒有霧的 蛤 會不會 很霧啊 靠啊 不行啊 你看看 很霧 為什麼這樣 這樣子它也差不多 可是因為它濕濕的 等它乾一下 普通的水 刮刀 看看 可以喔 可以喔 應該不是一刮掉吧 應該不是一刮掉吧 因為水度膜我施工完之後 也是直接用這刮 可是膜布還沒有乾 那整它乾 看 如何 原本烏烏的情況 在稍微再乾一點的時候 我想要稍微好一點 所以 到建祥小哥要等 夏天的時候試試看 從這個碩石快捉畫面可以看出來 隨著玻璃逐漸乾燥 霧面的情況也跟著消失 現在我們要試這個透視鏡的部分 那 它是說要擋住 這邊擋住之外呢 我覺得下面也是擋一下 我擋下來 對 我還拿著 衛生紙 邊邊沒有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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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說法是 一層薄薄的 顆粒在上面 然後水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被 然後我們每次 顆粒的把它 一破這樣子 就是要等時間乾 夏天一小時 冬天兩小時之內 要淋到水 它看的時候有點 它會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還是會有點猛猛的 試試看 使用效果再跟我講 整體來說 這次洗車大成功 包括去除前擋油膜 車側下不顆粒 上前擋玻璃 和後視鏡撥水計 隔幾天 剛好遇上颱風大雨 超肩強小哥說 視線清晰 開啟車來非常清爽舒適 幫幫到處充流量 訂閱按讚分享 一起來